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沐凉峰 是个狙击手 在很多人眼里 这是个传奇的行当 其实在我看来 也就是枪打的准点罢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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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 撤 撤 武天 小牧 小牧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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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你们几个也没事吧 这儿离草香还有多月 要过前面那条路就到了 可是前面有鬼子 一个中队把守着 咱们透过连冲队太前了 如果能得到后边援兵来的话 可能会保险点 等他们要等到猴子年马月 不等了 结合我们所有队伍 一定要在鬼子发动总攻前 打同与城里的联系 走 跟我来 不关上 撤上她去 上 上 拔的 拔的干了 好 给我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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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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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部队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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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 上 上 下 是大怪 把他给我拿下 是 给我拿 太子 尤斯特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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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救命 太子 新部队上了 小心 东西弹 撤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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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开车 快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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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日军使用了新型的青酸手榴弹 反洋保卫战失败了 而我的故事却刚刚开始 快 打那个女的 小牧 你受伤了 没事 来 枪你拿着 带着这儿别动 就这儿最安全 一会儿我从这边引开探门 你从这边走 记住 在青木镇那家客栈等我 你一定要回来 放心吧 我没问题 我从来 只能寻找到 我从来 大骂 小牧 小牧 我了 你不想 我了 我了 你不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走 好 说吧 你把你媳妇 交给你的东西 藏在什么地方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要装傻了 你把东西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和你媳妇一马 杰伟睿 你少在这儿装枪做事 有种你就开枪杀了我 这样吧 你把你父亲 泄露给你的我党的机密 一五一十地写出来 叔叔我看在国共两党 合作抗日的份上 我不会为难你 我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你们什么狗屁机密 你少污蔑他 你看看这个 仔细地看一看 这可是你父亲 写给国民党的悔过书 你可不要告诉我 你不认识他的笔迹 孩子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说出来 你父亲泄露了我党 什么样的机密 我马上可以放你走 如果你觉得说出来以后 你怕回不了国民党那边 我可以代表组织上接收你 我去你呀 别动 别动 你老实点 你混蛋 队长 你慢点 慢点队长 队长 他应该不会跑这么远吧 队长 队长 你脚上有伤 咱们还要追你 这黑灯下火的 追什么追啊 走走走 回去 走 队长 小心点 我扶着你 我扶着你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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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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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我跟你说 让你那些人都规矩点 共产党的人没有那么吊儿郎当的 不会 他们都说我训练 你胡爱行呢 要不然沐大明怎么会怀疑到我的身上呢 他怀疑不到我身上 我就不会打内枪了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把那个女的抓住 放下 一个女的 脚程能有多快 跑步也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行 这次老板派你们来 他没有说要的东西是什么 没有 就是让我们协助你 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他有十年没有跟我联系了 看来这十年的太平日子就要结束了 走 走 走 不要不吃 吃 走 连长 大伙可都担心你的 他是谁啊 局部情报处的 闯号轿子郎 柳妍呢 没见过柳妍姐呀 不是他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啊 是轿子郎得到情报 通知我们来救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那点事还瞒得住人 所有人都知道 你爹带着你投降了共产党 胡说 我没投过 我爹他 让开 别打开 别打开 齐美瑞 小木你疯了 他杀了我爹 爹 爹 给你爹磕个头吧 爹 爹 爹也说过 人活儿最重要的就是忠义两个字 虽然我从小没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相信你不会做这种背心弃义的事 可您最终 究竟想告诉我什么呀 不光这话没说明白 死了还背这么一个不忠的骂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家的事可真够乱的 你是国军 你爸爸却在外边干共产党 小木 过去你真的从来都不知道吗 不管他干了什么 他都是我爹 爹 你放心吧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一定杀了齐美瑞 这个王八蛋给你报仇 行了 这个仇慢慢再报 到我之急 就是警察跟我回团过 把那段时间你的去向能上说清楚 这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就知道一点 你要是再乱动 让他们发现了 照样可以干掉你 你们先回去吧 什么意思 我要去一趟青木镇 干什么 我跟李温约好了在那儿见 青木镇 小布 你还是先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 别闹 这样吧 你先跟我回团部 让阿贵和顺子到镇上接他 我跟他约好了 我就必须去 不行 你必须跟我回团部 你也怀疑我掏空 自从我妹妹死了 你在我心中就没可靠过 可是如果小婷还在的话 他会相信我没盘灭 可是他死了 你一定要用方向 阿贵 过去把他红了 好 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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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灯 Foster 哪些是 你很会长得 你都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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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活了 你都没老 那我怎么做 你就此天哪 你都没了 你都没老 姑娘 你来了 来 坐 喝茶 婆婆 我出门太急 没带钱 不要钱 快 快坐下来 谢谢婆婆 来 谢谢 慢着 姑娘 别烫着了 姑娘 我认得你 婆婆 你认得我 认识 这个阵子里啊 就没有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上次你来过我就记住了 婆婆记性真好 你那个老是丈夫呢 他出门办事了 让我在这里等他 这都是女人的命啊 我那老头子出去就没回来 出去就再没回来过 我在这儿都等了他一辈子 谢谢婆婆 你看我 你看我 谢谢 别客气 婆婆 以后呢 这些茶碗要扣着方 这样才不会落灰尘 我自己来 谢谢婆婆的茶 不用客气 那我走了 慢走啊 下次再来 您好 姑娘 您是吃饭还是住店 你们换掌柜的了 没 我说这几天身体不好 我过来搭把手帮他看看店 姑娘 请问您贵姓 我 我姓黄 姓黄 怎么了 姓黄的还不能住店吗 不是 是这样 一位姓牧的客人 交代我说 留意一下一位姓柳的女士 姓牧的在哪儿 二楼 新字客房 刚住下 小牧 是我 柳嫣 小牧呢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什么意思 把牧大明 交给你的东西拿出来 穆大明 没有给我东西 你胡说 我亲耳听见的 柳嫣 你把这个东西收好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 一定要把它交给梁峰 这个 能证明我所做的一切 我把东西给小牧了 吴梁峰昨天被我们抓到了 身上什么都没有 我要见小牧 要见小牧 可以啊 你把东西拿出来 我就让你见他 拿出来 你撒谎 就凭你们两个 根本抓不住小牧 搜他的身 你别过来 你看 这么扣着放 你就不会落灰尘了 回来啦 回来好 你媳妇啊 刚刚来过 她往哪儿走了 哦 去镇里啦 好 穆大明给过我一个哨子 你们如果要的话 拿去 你敢骗我 去 把他给我扒关了 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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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什么杀了 跑不远 追 这边 你忍着点小牧 来 来 来 认着点 向墓儿 认着点 来 把枪给我 薇薇 你不能去 不能去 我必须得走 咱们两个不能一起搭在这儿 不 你把我去 松开我 小牧 小牧 你听话 小牧 你要挺住 你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你一定要记住 小牧 我把东西都给了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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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快 怎么回事 你什么人 我是这客栈的掌柜 他们说要住店 结果就把我给绑了 给他松开 谢谢啊 走 走 快 追 快 走 在那儿 连长 主 小牧 连长 小牧 快 救刘云 连长 连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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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 渊爹 你她娘子终于醒了 我对我死去的妹子 也算有个交代了 刘焱呢 刘焱呢 找到你之后 阿贵和顺子在镇上找了一圈 没找找 不可能 别动 你要干吗 不可能 刘焱不可能找不到 林正 刘焱 去坐 别动别动 躺着躺着 躺着 她的伤怎么样 子弹打穿了肌肉 没伤到筋骨 就是失血过多了 需要调养些日子 你的伤怎么样 我没事 好 你去吧 是 是 君多 你 你费心哪 什么话 现在国共确实是联合抗战 但是你身为党国的军人 还是要分清彼此啊 君多 这个事儿 虽然我一时半会儿 不知道怎么跟您说清楚 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 我绝对没有投共 武汉沙罕见 昆仑关狙击日本人 你两次获得国军英雄的称号 我也不相信你会投共 我也不相信你会投共 但是你枪王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 你的一举一动 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 你看 这么多天你迟迟不归队 对咱们一六九军的声誉和士气 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啊 君多 我错了 您怎么处罚我我都没原因 但请您让我把我爹的事先弄清楚 我总不 小伯 不要再给君多找麻烦了 君多 您 您 您这中将 我现在是少将 君多有一颗星保了你的性命 孟大 你今天的话有点多了 我当年既然把你招进了军队 那我就要对你负责道理 军法处已经判定你监禁三个月 我去说了情 他们同意你就在医院里边 闭门思考 小木啊 你可别再惹事了 否则的话 我也保不了你 报告 进来 君坐 这是在悬崖下面找到的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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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木太活了 让我逮着他 非活剥了他不可 阿贵 孙子 你们去他经常去的地方找 是 等等 不对 他应该没回住地 那他能去哪儿 上车 廼公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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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梁峰 你疯了 是我 我告诉你 柳燕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你知道吗 放屁 他没死 只要没找到他的身体 他就没死 赶紧滚 别跟着我 小枫 你疯了 赶紧给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哪儿都不去 铁峰 你别闹了 铁峰 你回去吧 都给我滚 铁峰 回去吧 只要一天没找到柳燕 我哪儿都不去 你给我站住 沐梁峰 你在监禁期间打婚警卫 私自逃走 已经是罪家一等了 你现在乖乖地跟我回去 骨子的话 回枪毙了你 铁峰 你看娘们开枪啊 老子正好不想活了 你要不开枪 你就不是爹娘养的 小枫 你不能走 别打了 快 别打 走嘞 走嘞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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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